两岸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双城记 我是卢秀芳 电信诈骗跟网路诈骗 是两岸民众深恶痛绝的议题 那在这方面呢 我们台湾有个不名誉的称号 叫诈骗王国 犯罪集团游走于两岸 甚至东南亚 造成了无数民众 蒙受了金钱 还有心理上的巨大伤害 有些家破人亡 让台湾民众感到非常的痛恨 当然随着警方不断的侦办 诈骗集团的犯罪手法 也不断的翻新 最近大陆公安部门 公布了所谓的 十大高发电信网路诈骗的类型 其中不乏一些新技术 新手段 还有开始往小众的方向去发展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识别 这些新形态的小众诈骗呢 今天我们就跟两岸的专家 共同来谈谈这个话题 我首先介绍一下 在我身边的资深媒体人 谢寒冰 寒冰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请大教授邓黄发 主持人好 两岸的朋友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李博力 大家好 还有律师王志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上海的李翰 方律师 以及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修方姐 两岸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李翰 首先介绍一下 我身边的是律师方正宇 主持人好 两岸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们看到这个大陆公安部门 日前是公布了十大高发的 电信网络诈骗的类型 包括了像刷单反例 虚假网络投资理财 虚假的购物服务 还有冒充电商物流客服 还有虚假征信等等 那其中呢 这个刷单反例类的诈骗 据说是发案量最大 而且造成损失 最高的一种诈骗类型 同时呢 也是变种最多 变化最快的一种 新型的诈骗手法 首先先请这个方律师 给我们揭秘一下 这个其中的套路 到底它这个根本逻辑是什么 这种刷单诈骗呢 我还遇到过 当然我没有参与全程 就前半部分 我被拉到了一个QQ群里边 这个QQ群呢 就跟大家说 我们接下来呢 会发布一些任务 就是你是去一些 短视频平台 去专门刷一些好评啊 刷一些评论啊 那我看到这里呢 我基本上知道套路了 所以我就退出这个群了 那么如果说有 我们说观众朋友 你没有退出 继续待在里边 会发生一些什么情况呢 首先它会告诉你 发布任务 你是有钱拿的 然后呢 这个拿钱呢 还不是说你个体拿到 包括什么呢 你们会有一个小团队 比如说10个人啊 20个人 就是当你们都完成任务之后 你可以得到一部分的经济回报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 前面两个任务 可能比较简单 它要求什么呢 可能要求你去完成多少任务 包括可能要求 你打多少钱过去 烦你多少钱 前面几笔小的金额 你都能拿到了 你整个团队都拿到了 然后整个QQ群里边 可能一派其乐融融 但是到了某一次 可能金额比较高了 比如说到了几百元 或者上千元了 这个时候你突然发现 别人都说他完成了任务 只有你那个任务卡在中间 突然说有问题 然后这个时候 首先可能所谓的QQ群的主管 会跟你讲 你看你犯了个什么错误 你有了什么失误 所以导致你这笔刷单 没有成功 那么再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旁边还有很多所谓的团队成员 事后你会发现 其实都是一个犯罪团伙的人 都会来指责你 说就因为你 我们的钱也拿不到 于是在无数人指责的情况下 你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时候主管说 要不这样 你先自己拿钱刷进来 刷进来以后 等到大家拿到奖金以后 我可以把这个钱退给你 一旦到这个环节 你上当了 你把钱刷进去以后 那么主管接下来 还会有一系列的说辞 说你后面这些转账不对 你看你怎么又犯错了 标点符号不对 货币单位不对 那么这样 我还可以提供方案 你要么再打钱过来 他就用这种方式 一步一步推进来 那么这种诈骗的特点什么呢 第一 它表面上包装的 好像更像一份工作 而不是说一个 比如说交易 它更像一份工作 你一开始可能也以为 你通过参与这工作 能够拿到一份钱 第二 它所从事这种所谓的工作 又有那么一点灰色地带 它往往是 不那么见得了光的工作 但本身也不见得了 违法犯罪 刷个好评 甚至说你以为 你在当水军 所以一开始你会发现 你查不到这种业务的 相关信息 你觉得也正常 你觉得我本来 就是在一个灰色产业里面 第三个 就是它会营造一种氛围感 就是很多时候 人在这种情况下是 你面对同伴的指责 你会有种愧疚的心理 就不仅仅是 你自己损失了 可以预期的收入 你还连累了别人 它利用你这种心理 让你不断地入套 我觉得诈骗 对于受害人的心理上 和金钱上 都是有非常的伤害的 我国的公安机关 对于这个诈骗 也是零容忍 除了高压打击之外 也不断地在对公众 进行各种教育 包括反正APP的安装等等 但是骗子总是不会坐以待毙的 所以我们看到它不断地在变 各种新型的诈骗 和这种小众的诈骗 不断地出现 你觉得这种新型诈骗 新在哪 小众又小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来看 就这种诈骗方式 第一 它在形式上 它其实不断会革新 因为比如说 它有某一种方式 骗到钱以后 我们现在大量的媒体 也在宣传 就像我们刚才说了 刷单诈骗 我们这个例子举了以后 很多我们观众朋友 就可能避免受骗上当 但是骗子 他会不断地革新他的方式 那么回到他最根本的 我们注意到 我们主要是预防 两个大方向 就骗子往往利用 我们的两个心理 第一个叫做贪婪 就是可能有些时候 骗子会故意放出一些机会 让你觉得 你能够占一点小便宜 结果你为了这点小便宜 你自己有一个 很大的财产损失 那么这个是很多 骗局的出发点 那么也有人说 那我是不是只要不贪小 就没问题了 不一定 这时候骗子会利用 你第二个心理 叫什么呢 叫恐惧 就哪怕你不在乎一些小钱 但是骗子往往 他会编造一些 听上去很专业 但是也可能让你 陷入很多麻烦的行为 包括比如说洗钱 包括也说 你的真性出问题 他首先会说出一个 让你觉得 你会遭遇到 大麻烦的一个情况 在那种情况下 然后就说 你必须要转账 或者花钱来解决 通过这种方式 就是利用我们 贪婪和恐惧的心理 那么还有现在这两年 第三种情况 我们也需要预防 什么呢 就是表面上看 它很像一个交易行为 但是背后呢 有诈骗的成分 但是你甚至有些时候 你不敢绝对 百分百肯定 它就是诈骗 比如说 它可能一开始 更像是一个广告宣传 说我这里 有某一个产品 或者有某一个服务比较好 我们见到过 有些地方 说我们这里有一些 所谓的最新的 传统文化的东西 你要不要买一下 那么当你第一次 花钱买了以后 它后面会有后续的 那我们现在这里 还有更升级版的产品 你要不要买 表面上看 好像这个交易行为 是自愿的 是一个正常的消费行为 但是实际上 它最终提供的产品 或者服务 是货不对版的 同时又卖了高价 那么最后 往往是我们说 买了这些东西以后 甚至很多时候 家属发现 怎么几万块 去买了莫名其妙的 什么文化产品 甚至所谓的保健品 这个时候才想 是不是被骗了 那么我们从广义的角度来说 可能我们说是被骗了 但是从法律角度 这到底是一个诈骗 还是一个消费者维权呢 有些时候的确 也比较难以来界定 它处于一个边缘地带 那么但是站在 普通消费者 普通观众的角度来说 对于这种莫名其妙 要支出大量钱款的行为 最终我们仍然要提高 警惕性 说到底就是 管好自己的钱包 有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人 被诈骗之后 他第一个心态是羞愧 觉得自己怎么会 被骗子诈骗 就像我的一个朋友 他的父亲 在去世之前 都没有把自己被诈骗 200万的事情 告诉他的家人 他是通过日记本 才发现 他的父亲 就是加入到一个股票 所谓的炒股的 一个群体当中 然后这个群主 就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让他们把钱 打到一个 所谓的固定的 集体账户里 刚开始 票面上确实是挣钱的 但是直到有一天 发现钱取不出来了 然后对方告诉他 你可能存入 更多的钱之后 才能解锁 他的父亲就真的 把这个200万 全投进去了 就是他自己感觉 是那段时间 父亲其实情绪 是非常低落 但他们找不到原因 直到父亲去世之后 看他的笔记本 和日记才发现 他有这么一个 被诈骗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 如果一旦 经历到诈骗的时候 其实第一时间 要向自己的身边人求助 或者向专业的人求助 这样子一方面 可以使自己 摆脱这种困境 另外一方面 让更多的人 可能会提早地知道 这个防范于未然 那我想方令师 你作为律师 你可能警惕性 会更高一点 你在生活当中 有碰到类似的 诈骗的经历吗 虽然我没有被骗 但是像您刚才所说的 我觉得我们 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们要有两个观念 第一个观点 就是万一不幸 被骗了以后 不要过分地自责 觉得我为什么这么傻 这是第一个 不要有的想法 第二个 跟此相辅相成的什么呢 就是你在没有被骗的时候 你也不要自认为 我很聪明 骗子一定骗不到我 因为曾经 我在某个论坛里面 就看到过这种观点 就是讲一个 有个人 讲他受骗的经历 旁边就有个人 优越感很强地说 那其实就是 隐含着 其实是你自己脑子不聪明 你像我这种人 我既不贪想 我脑子又聪明 我一定不会被骗的 但我想说的是 我们站在普通人 包括哪怕是我们专业律师 永远不要抱这种想法 因为当你有这种想法了 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被骗的概率就增加了 因为你以为你聪明 所以你觉得骗子骗不到你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 骗子说到底什么 他往往现在是专业的 甚至背后是有团伙操作的 包括中间有很多科技手段 有很多心理学的研究 当他故意要算计你的时候 你普通人如果没有足够的紧急性 而是盲目自大的话 实际上很容易被骗 比如我们经常有人说 如果遇到骗子 那我们很简单 我们找家人 核实一下 他比如冒充你家人 声音总骗不了人 或者说脸图像总骗不了人 但是我们要知道 在这个时代科技大爆炸 我们现在有最新的人工智能AI技术 实际上AI技术 现在可以被用来模拟人的声音 甚至人的图像 人的视频都有可能模拟 所以这两年也有种信心诈骗 就是利用AI技术 就是以前我们说冒充你家人 他可能还是用短信啊 邮件啊 这种见不到面的方式 现在甚至可能别人故意算计你 就是拿你家人的图像 模模糊糊的一个影像过来 说我赶快我这里遇到急事了 你赶快把钱转过来 你一看脸都是他的 声音也是他的 你就把钱转过去了 事后发现 其实根本不是家人 是科技伪装的 那我们这里要提醒的 不仅仅是预防这样一种手段 更重要的是树立起 我们随时可能面临一种被骗的处境 那么任何时候都要提高紧急性 而不要轻信个人能力 其实提到这个诈骗 我想对案的嘉宾 一定比我们更加的深无痛绝 所以我想问问 休方姐和各位来宾啊 台湾现在诈骗案的发生率有多高 有没有改善 那像刚才我们说到 类似像AI诈骗 这样的新型诈骗多不多 你们的身边有没有碰到过 类似的诈骗手法 好 那我就先开始 做一个这个短短的调查 每个人一句话就好 你个人的直观感受 那台湾的这个诈骗是高中低 高发吗 还是还好 还是你觉得这个几率很低 韩兵 非常高 邓教授 高啊 高 好 还有博弈 越来越高 值得 一直都很高 然后越来越高 对 所以大家 我的看法也是一样 就是高 非常高 以前高 现在高 觉得未来还是很高 看不到镜头 这是大家一个 共同的一个看法 那我就先问一下 这个邓老师 我们台湾被认为是诈骗之导 那这也还真不是浪得虚名 尤其是台湾的警方 也觉得非常挫折 好不容易这个抓到了 又被放 你觉得呢 现在诈骗集团 它有哪些新的演变 大致上的套路是什么 为什么台湾的民众还是不断地掉到坑里 这个日常生活的改变 影响到我们可能被害的一个机会 最主要因为Covid 19这段时间 大家都沉寂在家里 那这个过程里面 也有一些人就利用这个网记网路 这个大家都会上去的一个机会 然后去想办法去争一些不法制裁 那这个过程里面为什么会从乱枪 打鸟式的变成一个小众集团 这个可能就跟我们的AI有关系 因为AI他可以做一个分析 你们经常上的网路 你们经常采购的那些网站等等 这个在AI里面 他太容易了 所以到最后 他会锁定在你的喜好里面 我们台湾新型的网记网路里面 有一些转变 以前是大部分都靠电信 现在就网记网路部分 因为他使用网记网路 取代了电信的这个行为 越来越多 不过台湾的电信的诈骗 简讯方面还是仍然是非常的流行 在这过程里面 你们想想看网路网拍部分 是不是很容易变成了一般年轻人喜好 那投资诈骗部分很可能就是一些有经济基础的 这个还有另外 那个延长分期付款 几乎每个人都有分期付款过 所以这个归纳起来 他整个套路 刚刚讲就是贪生怕死 一个贪心 另外一个怕事 这这两个 所以在过程里面 你在这个分期付款 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方面的经验 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在缴分期付款之中 结果分期付款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怕事 赶快用什么方式 把这个看看能够止住 能不能补救 在过程里面就这样越陷越深 所以现在这AI方面 真的要特别特别注意 博弈是这个民意代表 所以常会有很多民众的一些投诉 那现在呢 现在台湾还有哪些诈骗的新型态 过去最原始的就是什么小孩被绑架 你的银行账户被冻结 现在普遍的有哪些 那哪一些是民众比较容易受害的 台湾的诈骗真的越来越严重 从基本的数据上来看 台湾二零二零年全年度的诈骗案 这两万三千多件 到了二零二三年 我们全年度的诈骗案 已经超过三万六千多件 涨幅非常的高 所以现在网路上常就有人在戏称 在台湾 如果你没有被诈骗过 代表你不是台湾人 这种讲法真的是 非常的不好听跟悲哀 而目前呢 大概我们所听到的诈骗的形式 比较多的两种 一种就是打电话 跟传简讯诈骗 这最常见 打电话就是说 你家人突然发生了紧急事故 什么出车祸 打架 赶快汇钱 传简讯呢 大家就说你中奖了 还有目前常出现的一种 叫做个资被盗要来确认身份 可能你身份证被盗 什么个资被盗 然后利用你的身份 来继续诈骗你接下来的钱财 然后比较新式的一些诈骗的形态 当然就是所谓的网路诈骗 常见的团购 可能是买一些吃的 或者贵的是买一些电器用品 大家说那个金额 比较外面市价更低一些 所以很多人就想来一起买 结果钱汇了收不到货 或者是盗用亲朋好友的账号 来借钱 就是说是谁来借钱 最后发生什么事情 实际上那些都是诈骗集团 做的一些假资讯 而目前最多最多的 我接触到案件也最多的 就是投资诈骗 投资诈骗非常多 刚刚对案的来边讲到了 就是股票诈骗 假的一个投资的群组 利用假的股票的投资程式 让你去汇钱进去 然后你每一天看到你的金额 看到你的股票的数字 越升越高 心里非常高兴 就当你想要把钱拿出来的时候 诈骗方诸多的理由 不让你把钱拿出来 然后如果你想拿出来 他又会用各种理由跟你讲 让你投资更多的钱进去 你讲到这里 我先打断一下 因为你讲到投资诈骗 其实我跟我很多同事 都是受害者 在台湾我们看到 这个社群媒体上 包括我的头像 包括我同事的头像 都被贴在上面 说我推荐什么什么 投资社团 请大家进来等等 但这个部分 我觉得非常困扰的 就是说你怎么样跟警方检举 怎么样大声呼吁 通通没有用 没错 然后我们接到案子的时候 而且比较可惜都是 受害者是已经被骗很多次 钱已经丢了非常多 他才清醒了 才知道他是被骗的 来赞我们申请 我们就会很恐慌 因为有些投资人是 比方说看到我 他相信 他进到这个社群 他被骗 后来被骗之后 他会跑来找我 那虽然我说我是个受害者 但是讲不清你知道 有时候牵涉到钱的一些问题 而且这个部分在台湾 为什么无法处理 其实这会讨论到 其实很多警方上 他的在追寻的过程当中 诈骗警察非常聪明 他会反被追踪的一些高科技 用得非常好 而且最常见的是 他们直接把机房跟人员 都设在海外 导致我们台湾警察 根本就无法去追踪 跟逮捕那个人犯 所以才造成的最后的结果 跟各位报告 我接造成情案很多 而且金额最起码都是百万 还有千万的 但是没有一件有办法破案 真的 对 几乎都没有办法 破案率这么低 对 破案率非常的低 所以才说 所有民众真的要小心 那些钱都是你这辈子 辛苦存下来的东西 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 要知道绝对没有 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不要有贪念 不要有一些 不切实际的想法 我觉得才是保护自己 一个最好的方式 对 这个诈骗的手法 推前出信永远是防不生防 问一下寒冰的个人经验 你啊 或是你周遭的亲友 有没有这个上当的 或说差点上当的经验 我自己就被骗过啊 有一次我就是 刚好就是走在那个便利店 结果呢 我朋友突然赖我 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买个点数 那当时因为 我这个朋友跟我很熟悉嘛 我那时候也没有 就很直觉地想 你要买点数我就买 你买了点数 我买完之后就想 我朋友没在玩这个东西 他为什么要叫他买点数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打电话 问我朋友说 你为什么要叫他买点数 他说没有啊 然后我就知道我被骗了 所以我就赶快 因为还好就是 你可以直接跟那个便利店的 店员讲说 你就是我要那个退钱 所以他就可以帮我退 所以我就直接退钱了 就还好 那另外一次被骗呢 就是在看那个脸书 脸书常会跳一些广告里头 有一些东西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然后价钱又不贵 大概几百一千块这种东西 然后有一次看到一个衣服看起来还不错 我想说试试看好了 我就点了 然后就 因为我想说 我不敢用信用卡这一顿 因为怕质量会被人家拿去嘛 所以就是用那种 超商货到付款这种方式 我想 就这样子就不会被你拿到我的个资 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结果 我就下定了 下定了呢 东西也寄到 寄到我就很开心 就去拿 结果一去拿呢 他寄来 我买的是衣服 他寄来也是衣服 可能不知道是哪一国的衣服 就是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他随便把几件衣服塞在里头 然后就寄给我 我跟你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那我要去申诉 其实超商有 那个快递那边也说可以申诉 那申诉呢 通常你要等三个月 天啊 我想几百块的东西 我就等三个月 还中间跟他 算了 就是认倒霉 鼻子摸摸就算了 所以以后我再也不再这种 会跳出来似的这种广告里头 去买这些东西的 那大家不要以为说 就是你很聪明就不会被骗 像刚刚方律师讲的 其实越聪明的越容易被骗 因为我是跑社会新闻出身 我知道 大学教授校长 邮局局长警察局长 然后各种各样 你觉得他应该是 不可能会被骗的那种人 其实都被骗过 我觉得你被骗我比较惊讶 因为我那次真的就是一下 就没有去想到 我就直接直觉反应 还好我立刻去查证 所以我后来钱有退回来 就没有真的被骗到钱 可是我们 像我们这些评论员界 也有人被骗过 你也认识这个人 就是呢 他就是那个赞变集团 打电话来 就跟他讲 你那个账户怎么要被冻结 他就真的就跟 一般人完全一样 他就直接就按照操作指示 去那个ATM那个地方 就操作 然后就汇了两万五给他 然后他汇完之后 他想一想不对 我为什么要汇钱给他 然后结果那个人在打来的时候 他就跟他讲说 你是不是诈骗集团 结果就跟他说 你是诈骗集团之位 你可以把钱还给我 我这真的很穷的 就跟他用那种 那种哀求的招数 结果对方就说 好啦好啦 看你可怜 你现在再去ATM 你再操作一次 我把钱退给你 然后结果我们这位评论员 怎么可能 就真的去操作 他再操作一次 他以为他说服了骗子 就多被骗两万五 总共被骗五万 所以那个人有的时候就是 你脑袋不知道哪一根 惊突然之间打结 然后就莫名其妙就被骗了 那我必须说 如果一旦发觉被骗了 不管怎么样 再也不要去操作什么ATM 或什么东西 他讲的所有的话 你一个字都不要信 然后一旦警觉自己被骗 或是你怀疑自己被骗 先用另外一种联系方式 千万不要用他留下来 给你的连结 或是电话号码 或是email 千万都不要去用那一堆 用你另外的 想办法能够联系到 当事人的方式 去确认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只要一用他的连结 或一用他的email 或是一用他的电话 你可能就会再被骗一次 所以这个是 现在要越来越小心 因为诈骗的手段 实在太多太多 你根本几乎没有办法防范 确实是 没有办法防范 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还有呢 出事之后也没有办法讨回公道 那这是另外一个 很头痛的问题 我问一下邓教授 为什么站在这个执法的立场 好像没有办法 设立第一道防火墙 你觉得呢 这个防火墙 尤其刚刚讲小众部分 那我们警察所能掌握的 只是愿意出来 面对的这些被害人 把他这个犯罪的一个事实 被害的事实 跟警察来做一个报告 那警察所分析的 一直走在诈骗者的 后端 所以你这个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所以我们要立这个防火墙 说实在并不容易 刚刚我讲乱枪打鸟似的 到最后锁定到小众 那我现在比较担心了 我现在已经即将要借铃 要进入到老年的一个阶段 那我们台湾有一个很特殊的 刚刚讲投资诈骗 因为一生里面戎马或公务员体系 或者到最后终于很安全的下庄下岗 要退休享受寒淫弄孙的生活 有闲钱 而且自己也很闲 所以在过程里面很可能会拿起手机 有空没空就乱乱 结果发现到最后就这样 一步一步的被人家诈骗进去 所以我们研究的发现 哪些人比较容易被诈骗 刚刚讲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里面有一个 就是自以为很聪明的 以前在新竹科学园区 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 资深的工程师 为了吃一个八十九块的面包 就到最后一直被滚滚的诈骗 被诈骗到八百多万 为了吃八十九块的面包 结果到最后被诈骗 一层一层的剥 结果到最后被诈骗了八百多万 结果这个面包没有吃掉 没有吃完 这个面包的那个 那个这个商品的这个持有讲说 好吃到会掉眼泪的面包 结果到最后 这个八十九块面包没吃 他也掉眼泪了 所以这个八百多万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自以为是的 自以为聪明的 还有另外爱面子的 爱面子的往往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受害之后 不愿意跟我们警察报案 太丢脸了 我们这个在社会的高阶层的 这个一爆出去 太丢脸了 所以就隐匿不报 所以到最后很可能会越来越糟糕 还有另外人际关系不好 就是一般来讲 家庭关系不好 另外社会关系不好 所以在种种的这种情况之下 分析之下 我是希望我们要怎么样 好好的走出来 不要再忘记 网路的虚拟空间 找几个職役的朋友 还有另外到我们的那种社团里面 多参与一些社团的活动 多付出 当义工也好 当志工也好 那我想这个钱就不容易 而且在这个团体的生活里面 彼此分享很多的生活的经验 我想也可以避免自己被害 我问一下志德律师 我们台湾长期来 就是因为诈骗集团横行 成为治安上重大的问题 太多太多民众受害 那当然政府也饱受指责 尤其是几年前 当一个这个诈骗集团 在海外 被当地警方破获 然后遣送回台湾时 却因为这个诈骗行为 并不是发生在台湾 所以在机场 既然这些诈骗犯就当场释放 这个画面透过新闻播放之后 让台湾民众集体愤怒 觉得台湾好像就成为 诈骗的法外之地 台湾简直是诈骗集团的宝地 面对这个压力 台湾最近通过了一个打诈专法 把诈骗最高刑责加重到12年 还有这个3亿台币的罚金 那对于现在很流行的 像这种在网络平台上 诈骗广告的这些现象 投资诈骗等等 也对平台寄出了罚则有没有效 但是我想在这里 你先给观众一些法律上的 基本常识 好的 其实这样就是因为以目前来讲 刚刚前面有提到说 有被冒名的什么的 那其实基本上我们现在会议说 如果你有被他们诈骗集团冒名 代表说你够红 代表你的知名度够高 才会去模仿你 那像我们这种没有知名度 就不会有人来模仿 那在最近这几个月 其实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现在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是诈骗集团把目标转移到了 这些已经被骗过的人的身上 他会出现一系列广告是 就是你被骗了吗 我们我们是有律师团队 我们会帮你拿回你的钱之类的 这个也是诈骗啊 这也是诈骗 这绝对是诈骗 而且我拼命在检举这种广告 可是问题是我检举 大部分的时候都不会下架 他会告诉我跟像脸书去检举说 另外这个是属于不实的讯息 然后他回复我说 经查并没有不实讯息的成分 所以 对为什么呢 他是有一个反检举的机制吗 因为我跟我的很多同事 我们被刊登之后呢 大概是拼命动员亲朋好友 去检举检举检举 好像都没有用 他其实主要两个原因 一个是他们会拼命弄新的 你检举一个 他就再弄个新的 你检举一个他可弄十个 所以你永远检举不完 但是你检举那一个 有时候你检举还不一定下架 因为他们有时候是用系统判断 判断说他这有有没有 不实的讯息在里面 所以他们在判断的时候 可能就说没有 所以他们就不下架 那我们也没有其他的管道 没有其他管道 所以像最近通过的 是七月十二号通过的 这个诈欺犯罪危害仿制条例 就是我们俗称的打炸专法 他的通过之后 其实有哪些改变 我们首先先看一下 第一个他刑责 刑责加重了 原本我们诈欺案件 普通诈欺罪是五年以下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科五十万的罚金 然后如果是加重诈欺 比如说冒用公务人员身份 或者是三人以上 就像诈骗集团这一种 或者是用网路 电脑合成这种技术 的这种诈骗行为 是一到七年 并科一百万的罚金 可是说真的 这个罚 这个处罚真的是小 真的是小 因为就像 就成如 刚刚秀芳姐所提到的 是一诈骗可能就是上百万 那上百万我只罚个一百万 这实在是太轻了 所以这次打造专法 他就特别加重了 如果说你诈骗金额 在五百万以上 你的刑度 加重到三年到十年 而且还可以并科 三千万元的罚金 那如果说你诈骗金额 是在一亿元以上的 他的刑则加重到了五到十二年 并科三亿元的罚金 那这样子的这个处罚加重 才会让这些被 这些诈骗阶段成员 他会比较有警惕 因为以前五年以下 说真的 如果说你没有钱 科很容易就缓行缓起诉了 也不用进去关 甚至期间过了之后 你可能也没有前科 那另外一个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部分 是要这个打炸专法 要求这些平台 网路上面的平台 广告平台 或者是这个第三方支付 电商 或者这些网路游戏的经营商 他们有一个下架 炸气广告的责任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这些二次诈骗 就是说我可以帮你 找那个讨回 你被骗的这些诈骗的金额 那这些广告都 其实都是骗人的 我拼拼检举他都不下架 但是现在打炸专法 出来之后 这些广告平台的业者 他们有义务要配合 警调单位去下架这些广告 也就是说 当警教单位要求他们下架的时候 他们就得下架 另外还有一个是 如果说他自己本身发现 只是属于不识讯息 诈骗的这些讯息 他也有下架的义务 也就是说一旦我们跟他们检举 那他们就有实质上查核的义务 他们就不能够像以往说 我用系统查核 然后说一切都没有问题 然后我就不管他了 他们现在必须要把他下架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 我个人认为在这一点上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立法 如果说这个规定能够有效实施的话 至少在短期之内 因为诈骗阶段说真的也是不停的推陈出新 至少在短期之内 这个被诈骗的人数或者是这个几率 应该会下降一些 好那博弈 其实这个诈骗被抓到的比例 你一开始就讲非常非常的低 那求偿能够成功的就更低了 你觉得我们政府的角色 在哪些方面是有所缺位呢 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打架 专法上路之后 你觉得会有所帮助吗 先讲吧 最近通过这个打架专法 除了法经 除了刑责增加之外 还有增加一个就是 只要三人复合诈欺情况 他的刑责会加重二分之一 也就是诈骗集团 每一个成员 他们的刑责都会加重 当然这些加重变言的法规 的确是可以让这些诈骗集团 心生恐惧更多的害怕 可是我个人还是预期 就算这些打架专法出来了 对于诈骗的情况 会有所减缓吗 我个人认为是不太会 我认为还是不会 因为很简单 第一个我刚讲过 诈骗集团很聪明 他用很多高科技的东西 像是什么反追踪的软硬体 来来躲避警方的追查 要不然就是把他的机房 设在海外 警察你根本抓不到 也追寻不到 在不会被抓到的情况之下 你的法规定在再高 也没有用 因为反正你追不到 而这些情况导致一个 比较悲惨的情形 就是现在警方大家都知道 常常会抓到很多的这个犯人 但不好意思 那些犯人都只是 最低层的车手而已 他们只负责去拿钱 但是对于整个诈骗集团的流程 跟所有的事情 他实际上是不知道的 当你抓到这些人之后 对于破解你诈骗案 或者是把那些受害者的 金额追讨回来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只能说 如果政府不能够有效的抓到诈骗集团的手脑 破解整个诈骗集团的话 那我只能说 接下来台湾的诈骗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而已 那我也问一下这个上海 这里还有方律师 当然很多案例当中 公众人物知名企业家 都是犯罪分子利用的对象 那在你们身边有类似的例子吗 为什么会有人相信这样的骗术呢 我们常常会开玩笑 因为你比较红 所以才骗子拿你来诈骗 但同时有没有想过 这些公众人物的名义平白受损 又有谁来补偿他们的损失呢 就比方说我的同事 就是一个上海的男主播 在上海的丈母娘心中 就是最佳女婿的人选 她其实甚至没有被AI换联 只是用一个微信的照片 然后通过聊天的方式 和一个不认识的女性 建立了一个恋爱关系 当然这个微信头像背后 是一个假的男主持人 可是这段恋爱关系 就通过这样 你来我往有一搭没一搭的 这种问答 持续了好几年的时间 然后诈骗金额高达几百万 然后我们就觉得匪夷所思 因为这个女生没有见过 这个男主持人本人 甚至多次要求见面的关系 也被这个假男主持人 以自己正在工作 或者正在出差为由 给蛮混过去了 可是我们觉得奇怪的地方 就在于这个时间之长 金额之大 这个女生难道没有任何的疑问吗 所以方律师 你能解读一下这个事情的发生的 匪夷所思的点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可能这个时代很多骗局 它的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就是我们认知 跟不上科技的发展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 如果放到三四十年前的话 我们对于文字类的内容 我们是非常相信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就少数的报纸 书籍 一般来说 我们认为都有比较强的权威感 所以我们只要看到白纸黑 怎么默认觉得 好像这东西真实性就比较强 但是坦率地说 最近十几年里边 我们可能这样一种信赖感 被慢慢地消除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发现 自媒体时代 谁都能够去编写一段文字 去做一篇文章 如果你还是按照 抱着原来那种相信 报刊书局的 这种信任度去对待的话 很可能会上当无数次 那么这种骗局 可能说现在稍微少一点 但其实在我们 父母这辈子里边 有些时候还是容易 一不小心就被某些文章骗到 那么后来我们的认知 我们觉得眼见为实 而我们觉得图片或者声音 应当是真实的 但是进入到我们科技发展以后 我们发现这些东西 也是很容易被仿造的 那么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骗局 核心就是对方默认 好像觉得微信头像这个图片 一定对应的是本人 那么这个同样的 我们说其实是十几年前的 这样一种认知 可能那时候仿冒的比较少 或者仿冒手段没那么高级 但是进入到现在的话 这个其实是非常容易 做到的一件事情 在任何一个公众平台上 你都可能仿冒它的头像 那实际上刚才您说的 这位受骗的受害者 他就是这个认知等于没有迭代 他觉得只要头像 就代表了本人 其实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不断的受骗 那么再然后 我们就刚才提到了 随着AI技术以后 我们又有一些信赖感 被破除了 就原来我们对于视频 我们觉得图片能够作假 视频按理说不能作假 声音按理说不能作假 但现在的科技手段告诉你 其实仍然是可以作假的 那么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认知 很多时候永远可能 跟不上科技的发展 那怎么办呢 一方面当然我们希望 我们不断的扩展我们的认知 我们了解最新的 科技发展的水平 但还有一个 我觉得这里的建议是什么呢 大家尽量的小气一点 就你不管有没有信任感 只要涉及到有前款支出的话 不见兔子不撒婴 就是刚才说的 没有线下见到人之前 我死活我就不愿意有大的付出 就是当你涉及到 比较高的经济支出的时候 无论如何 你找人商量一下 这个非常重要 就好像刚才段嘉宾也举了一个例子 说根据调查显示 有一些人际关系 可能不那么理想的人 相对容易受骗 这原因是什么 就是当你遇到一个骗局的时候 比如说他利用你的恐惧心理也好 利用你贪小心理也好 你最需要的就是找人商量一下 找配偶也好 找朋友也好 因为我们古话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很多骗子针对你设的骗局 你自己在局中出不来 但你只要找一个人商量一下 马上就能识破 包括像韩冰举那个例子 我就直接找到朋友本人 核实一下 马上就把骗局给破解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尽管骗子在过程中 他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手段跟你说 比如说 你这个涉嫌我也要犯罪 你不能告诉家人 你要连累他 一旦听到这样的话 反而你要提高倾提心 就是甚至我们观众 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大家闭上眼睛 现在想一下 如果将来你遇到大事情 你会找谁商量 找父母 找子女 找配偶 甚至你找领导 找一个好朋友 大家就心里边有一个类似什么呢 应急联系人的这样一个设置 真的遇到大事情 找人商量一下 我觉得大部分骗局 其实用这种方式 就有可能预防出去 那再回到这个王律师 我还是要讲一段 就是我跟我的同事的一些遭遇了 这真的是非常的困扰 因为不只是我 我们都还算是小咖 之前我们看到 比方说张忠谋先生 台湾很多大的企业家 几乎现在变成 每一个公众人物的困扰 那事实上呢 我就不是以理财这个著称 也不是以理财建厂 我的同事也是一样 但是还是不可避免的被拿来 当做这个投贴跟形象 那这个部分的确造成了不少受害人 包括一些我的一些朋友 他们是真正的财经专家 但他们也没有成立社团 但是很多民众真的是深信不疑 看他们的节目 所以一看到 不管是脸书啊手机等等 只要跳出来 这些名人 召集的所谓的股友社 毫不犹豫的参加 然后接下来就是赔大钱 好多这个公众人物朋友 他们身上都有很多的官司 就是民众告他们嘛 这个状况在台湾 现在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 但是有解吗 在法律上来讲 其实这个主要倒不是 法律上面的问题 因为法律上面规范都在那里 现在最主要是抓不到的问题 抓不到 对 事实上其实就如同 刚刚议员所提到的 就是我们目前抓到 大概都是下面的车手 人头账户 那这些通常也都没钱 所以你抓到他们 你的钱大概拿不回来 那其实现在更 AI的技术加进来之后 现在更严重的问题是 像前阵子的新闻嘛 那个就是台湾的作家 吴淡卢 这个淡卢姐 他也是被用了 他的脸就用AI做了一个 这个一个直播 然后就好像有人上当了 然后还有包括 这个财经专家 谢金河之类的 他都最近都遇到类似的事情 那事实上现在的AI的这个技术说真的 连我看起来我都很难分辨 就是其实我 因为我是还蛮接触到还蛮多诈骗案件的 所以我会去收集一下这些资讯 但是我现在看这个AI的这个换眼的技术 真的是非常精细 我们现在问题是他们的技术 我们没有办法破解 然后我们这些资讯 然后一直在这个资讯比较不流通的这一些族群里面 在流传 比如说去加入这些投资顾问的群柱 然后他们看到这些然后就想要去投资 然后最后就写本无归 那这个基本上在法律上法律的层面上面 我们现在打炸专法 其实是某程度的方面是有在调整这些事情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要求平台要负一部分的责任 因为以往的平台 以往这些交易平台广告平台 游戏商平台 他们觉得这不干他们的事 所以他们不管 那就算说有人在里面行诈骗的行为 他们也不管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与我无关 那又不是我去诈骗的 就算他们知道 他们也无所谓 只要有人付给他们广告费 只要有人来消费 那他们就就收钱 好啊 然后我就继续放任他们 但是现在打造专法 要求他们负担一部分的责任 刚刚议员提到没有错 就是说加重刑责 说真的我也不看好了 我也不看好说加重刑责 就会降低多少的这个诈骗案件 那我比较 我比较看好的 其实是加重其他这些平台的法律责任 我觉得这个是有机会的 有机会 因为这一些投顾的这种AI的 AI的这些诈骗的情形 还是需要有平台去散发这些资讯 比如说我要在哪边广告看到 有这一个投顾的群组 我才知道要加入嘛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前端 他们上架这个诈骗广告 没几天就被下架了 那接触到人就减少 那就有可能某程度的 没有办法完全杜绝 某程度的有机会去降低这个被诈骗的比例 所以目前我 我个人是对于这个部分的这个修法 这个新增这个法律 我是觉得其实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那韩兵 这个台湾诈骗之导 这个恶民未来有希望摘掉吗 很难啊 很难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要尽力去做 我刚刚已经提到的就是说 现在其实网路平台 我个人一直觉得 我们就是这些网路平台 做的真的太少 因为表面上说 这一次的打炸专法里头 又把网路平台的法则加进去了 可是我想请教一下 对于像Meta 像YouTube 这些大型的跨国的公司 我们的政府真的有办法去处罚到它吗 你真的有办法去前置到它吗 我是非常非常怀疑这一点 对这些公司来讲 我就是不理你啊 你能够把我怎么办 像我刚刚提到了 那个主播就被人家账号冒用了 然后结果呢 这个网路平台就直接 把他原来的账号停掉了 然后你再去跟他申诉矿日费时 然后中间已经有多少人已经被骗 所以我个人认为 要去遏止这个诈骗之导的名声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 而且你要很多方面配合起来才能成功